虽然从数据和使用方法上看,中国的直十九确实与日本的OH1很接近,但有专家指出,两者的实际作战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先,两者的机载武器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 从直十九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一型直升机在机身中前部设置了两个短翼,每个短翼下方设有两个武器外挂架。 短翼外侧挂架可挂装四连装复合挂架,用于携带反坦克导弹或天燕90空对空导弹。 内侧挂架可挂在航空火箭发射潮、机枪或者航炮吊舱。 反观日本的OH1,由于没有专用的直升机在反坦克导弹,对地打击只能依靠机炮或舰弹,火力水平甚远。 此外,在目标信息获取方面,直十九也有压倒优势。 有资料显示,升级版的直十九不仅保留了机笔下配备的光电瞄准装备, 而且在悬疑顶端安装了类似美军最新版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大球, 而这一装置普遍被认为是机载毫米波雷达。 综合来看,直十九在机载武器类型和态势感之方面都超过了OH1, 整体作战能力更强。 此外,直十九装备另一款独门利器,也会让对方舞直无地自容。 这就是直升机专用格斗导弹天燕九零。 天燕九零是世界上第一种专为直升机空战而设计的新型导弹。 该导弹的体积重量都比普通的空空格斗导弹轻。 日本的OH1直升机可在短翼上携带两枚响尾蛇导弹, 但该弹的重量达到85公斤, 携带该弹会影响直升机的机动能力。 另一方面,天燕九零又比美军的独刺和日本的九一式兼射防空导弹重, 具备射程远威力大,抗干扰性好的特点。 所以有评论指出,一旦直十九与OH1遭遇, 双方爆发直升机空战,直十九可以秒杀对手。